有一次我去找他 他要看电影 然后我是连夜坐着火车去的 我们那儿没有高铁什么的 去了之后特别困 然后他就带我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可能就睡着了 他就不高兴 等我一睁眼人都没了 我当时是在看《周遥记2》 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 就是当我就是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一回头看他就已经睡着了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陪我呢 就是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不应该陪女朋友 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生气 电影完了我也不准备去叫他 我就走了 然后走了之后 那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应该去找我 都不找我 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喂 你在哪儿 然后他说我准备回去了 我说你都不找我吗 然后他又就是去找我 但是又没有找见我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电话挂了 对 类似于这样的事多吗 他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一有点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这个哪方面哪方面不对 他直接就大声就吼 你啥意思 我是为了好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他总是这样 他一吼我也就想吼 我说我没意思呀 我能有啥意思 这个就越吵越厉害 你当时喜欢这姑娘是因为长相 我觉得他性 声音 因为我 我觉得他性格挺好 他的性格好吗 这个地又有一件事 我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 说说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他跟那些男生玩得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 这好不叫性格好吧 这叫会玩 当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被他这一点就觉得挺喜欢的 后来发现这一点也不好 然后就每 还有就是每次打电话 我说喂 喂 然后还没开始说话 他就嗨 打招呼 他学校里的人 他基本上都认识 他就嗨 然后我正准备说 他嗨 又打招呼 我挂也不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想分 不想分开 不想分开 但是你的做法 都是要分的做法呀 对吧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 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为什么要数个人家 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 我很好奇 我的第二点好奇 就是当一个人 坐了一夜的火车 周车劳顿地 奔向到你的这个身边 陪你看电影的时候 他睡着了 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 为什么是一种 愤怒 无助 受不了 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 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在他的身上 其实只有那一年 所谓帮你抚平了 你曾经感情的伤害 但他的历史使命 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 这是我的三点 疑问 你自己考虑 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 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 稳固的感情 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 我发现你走的是 理直气壮的 我也请你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过去认为的性格好 怎么到现在 就变成了性格不好 过去无话不谈的 一对小情侣 为什么也就经过了 一年一地的这种折腾 就折腾到了 看对方不顺眼 为什么想分手 又犹犹豫豫 犹豫不决 就为什么不能坦诚和坦率呢 这是我想到的 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 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最初的问题是两个 不同的原生家庭 带来的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女生的爸妈都是铁饭碗嘛 事业编制的这样的家庭 从小的教育就在规则当中 在框架里面 要早睡早起 要爱惜身体 吃饭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 不能抖腿 这都是学到的特别好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学到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接别人电话的时候 要认真的和电话的那一头对话 尊重对方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需要彼此为对方着想 这件事情呢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你的父母应该都是教了你的 因为在我听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 我不是说男生不好啊 不要睡觉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在台北上 我在台北上还看到就是 你们俩去吃火锅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给他点这个汤也不对 点那个汤也不对 反正就是点什么都不对 那他做什么是对的呢 在你心目当中 我跟你说 女生就俩字 矫情 你就把他绞紧跑了 你就把他绞紧跑了 他说的那个特别对 他说他特别特别地累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在一起 才是好的 他在你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他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 而那一顿饭其实是一个导火锁而已 点炸了你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模式 我认为你们两个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女生你如果有本事任性 那你就得有本事坚强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